从未见过如此痛心的一幕 不知道是哪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将一只猫咪撞倒在高速公路旁逃跑了 小哥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 生命要紧 小哥冒着被车撞的风险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给小猫做起了人工呼吸 接着给它做了心脏复苏 紧跟着又人工呼吸了一会儿 奇迹发生了 猫咪恢复了呼吸 但是仍然很虚弱 小哥乘热打铁 赶紧找出免疫增强剂喂给猫咪 免疫增强剂可以加速诱导免疫应答反应 使其身体功能恢复正常 此时猫咪的身体还在不停地颤抖着 喂完之后 小哥小心翼翼地给猫咪擦拭着身体 接着抱起小猫将它放入笼子里 带上笼子准备回家 回到家里小哥将它用毯子 包裹起来 让它在温暖的环境里休息着 第二天 小哥检查了他的心脏 测了体温 幸运的是他没有发烧 接着又给他注射了疫苗 为他进行了简单的清理之后 给他补充了营养和水分 又休息了一天 现在他开始进食了 因为虚弱他无时无刻不再睡觉 又过了几天 他现在几乎完全回复了 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吃这东西 真为他感到高兴 他开始慢慢探索这个新家 接下来他将健康快乐地生活着 谢谢观看 祝好人一生平安 从未见过如此痛心的一幕 不知道是哪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将一只猫咪撞倒在高速公路旁逃跑了 小哥发现它的时候 已经奄奄一息 生命要紧 小哥冒着被车撞的风险 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给小猫做起了人工呼吸 接着给他做了心脏复苏 紧跟着用人工呼吸了一会儿 奇迹发生了 猫咪恢复了呼吸 但是仍然很虚弱 小哥乘热打铁 赶紧找出免疫增强剂喂给猫咪 免疫增强剂可以加速诱导免疫应答反应 使其身体功能恢复正常 此时猫咪的身体还在不停地颤抖着 喂完之后 小哥小心翼翼地给猫咪 擦拭着身体 接着抱起小猫将它放入笼子里 带上笼子准备回家 回到家里小哥将它用毯子包裹起来 让它在温暖的环境里休息着 第二天 小哥检查了它的心脏 测了体温 幸运的是它没有发烧 接着又给它注射了疫苗 为它进行了简单的清理之后 给它补充了营养和水分 又休息了一天 现在它开始进食了 因为虚弱 它无时无刻不再睡觉 又过了几天 它现在几乎完全回复了 看着它大口大口地吃这东西 真为它感到高兴 它开始慢慢探索这个新家 接下来它将健康快乐地生活着 谢谢观看 祝好人一生平安 从未见过如此痛心的一幕 不知道是哪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将一只猫咪撞倒在高速公路旁逃跑了 小哥发现它的时候 已经奄奄一息 生命要紧 小哥冒着被车撞的风险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给小猫做起了人工呼吸 接着给它做了心脏复苏 紧跟着又人工呼吸了一会儿 奇迹发生了 猫咪恢复了呼吸 但是仍然很虚弱 小哥乘热打铁 赶紧找出免疫增强剂喂给猫咪 免疫增强剂可以加速诱导免疫应答反应 使其身体功能恢复正常 此时猫咪的身体还在不停地颤抖着 喂完之后 小哥小心翼翼地给猫咪擦拭着身体 接着抱起小猫将它放入笼子里 带上笼子准备回家 回到家里小哥将它用毯子包裹起来 让它在温暖的环境里休息着 第二天 小哥检查了它的心脏 测了体温 幸运的是它没有发烧 接着又给它注射了疫苗 为它进行了简单的清理之后 给它补充了营养和水分 又休息了一天 现在它开始进食了 因为虚弱 它无时无刻不再睡觉 又过了几天 它现在几乎完全回复了 看着它大口大口地吃这东西 真为它感到高兴 它开始慢慢探索这个新家 接下来它将健康快乐地生活着 谢谢观看 祝好人一生平安 从未见过如此痛心的一幕 不知道是哪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将一只猫咪撞倒在高速公路旁逃跑了 小哥发现它的时候 已经奄奄一息 生命要紧 小哥冒着被车撞的风险 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给小猫做起了人工呼吸 接着给它做了心脏复苏 紧跟着又人工呼吸了一会儿 奇迹发生了 猫咪恢复了呼吸 但是仍然很虚弱 小哥乘热打铁 赶紧找出免疫增强剂 喂给猫咪 免疫增强剂可以加速诱导 免疫应答反应 使其身体功能恢复正常 此时猫咪的身体 还在不停地颤抖着 喂完之后 小哥小心翼翼地 给猫咪 擦拭着身体 接着抱起小猫 将它放入笼子里 带上笼子准备回家 回到家里 小哥将它用毯子包裹起来 让它在温暖的环境里 休息着 第二天 小哥检查了他的心脏 测了体温 幸运的是他没有发烧 接着又给他注射了疫苗 为他进行了简单的清理之后 给他补充了营养和水分 又休息了一天 现在他开始进食了 因为虚弱 他无时无刻不再睡觉 又过了几天 他现在几乎完全回复了 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吃这东西 真为他感到高兴 他开始慢慢探索这个新家 接下来他将健康快乐地生活着 谢谢观看 祝好人一生平安 从未见过如此痛心的一幕 不知道是哪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将一只猫咪撞倒在高速公路旁逃跑了 小哥发现它的时候 已经奄奄一息 生命要紧 小哥冒着被车撞的风险 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给小猫做起了人工呼吸 接着给他做了心脏复苏 紧跟着又人工呼吸了一会儿 奇迹发生了 猫咪会